奇闻去世 女子连谈两任男友都离奇死亡 报警一查原因崩溃了 原因简直太令人震惊 倒读 女子连谈两任男友都离奇死亡 报警一查原因崩溃了 原因简直太令人震惊 江苏一女子最近四五年谈了两任男友 最后却得知两人均离奇死亡 她感觉奇怪便报了警 得知原因后彻底崩溃 江苏一女子最近四五年谈了两任男友 最后却得知两人均离奇死亡 她感觉奇怪便报了警 得知原因后彻底崩溃 徐州的王女士在过去的四年里 经过某介绍先后谈了两任男友 可是每当她提出和男友见面时 都会得知一些意外消息 这两任男朋友 王女士连面都没见着 却给了对方八九万块钱 对此 王女士和家人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报警求助 最终介绍人郭某这个骗子被揪了出来 据王女士透露 她在谈郭某给她介绍的第一任男朋友的时候 郭某说那个人犯了错误死掉了 名下还有一辆车是专门留给王女士的 只要走完法律程序就可以拿到这辆车 出于对郭某的信任 王女士就是拿出了三万元 可是付钱后 郭某说车辆涉嫌违法 暂时不能开走 然后此事就没有下文了 可是没过多久 这位热心人郭某又给王女士介绍了新男朋友 这次一次 郭某说为了这位男朋友的前途 需要托人找领导 然后请他们吃饭 王女士就这样 按照郭某的要求 又前后花了五六万 此时 郭某又故技重施 说这个男朋友出任务时 因公牺牲了 警方在了解王女士的经历后 当晚便把王女士闺蜜郭某 传唤至警察局进行调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才发现真相 林王女士心梗 原来自己的两任男朋友均是闺蜜自己假扮的 在警方询问过程中 王女士闺蜜对自己的行为共认不讳 对警方交代 这四年来 其实与王女士交往恋爱的人并不是什么 介绍给王女士的男朋友 而是他自己 目前 徐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表示 郭某目前已涉嫌诈骗的罪名被警方逮捕 等待郭某的僵尸严峻的法律处罚 为了从身边亲近的人这里骗取钱财 郭某不惜四年如一日的伪造身份 与自己的闺蜜聊天 而全然不顾闺蜜的感受 将他蒙在鼓里 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奇闻去世播报完毕 核岛电视HOTV整理报道 谢谢收看核岛电视